因爲洋瓦瓦瓦瓦 第三瓦南瓦瓦鑑亭 時間進度超前 而且還在中華館政府 鑑亭時間查核設施 時間拼致兩次 鑑亭的好情節 今天中華館長為民國 是在港部處長林漢斌 和相關林圓的波動之下 坐著洋瓦瓦瓦瓦 叫來孫氏 並且聽出鑑亭的各位幹部 洋瓦瓦瓦瓦是中華館長 同樣的區域排水系統 為中華市勞金收水 想要是在六港出海 早期洋瓦瓦瓦兩邊的路都很小 是農民以及基民處理的弁度 中華館政府扣入中洋瓦瓦瓦瓦瓦 剛好是在中華高流道附近 會有是在六港頂第十七山附近的特性 是來建築辦理 帶洋瓦瓦瓦透寬 希望將來可以提供 往來中洋瓦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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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手機設施藍瓦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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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瓦瓦�瓦瓦瓦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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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瓦������ 把這兩方的道路建設的很完成 那我們彰化北邊的東西 像這個平面大路交通的路廊 就會更為完善 對於我們張北交通產業觀光的發展 會有更大的一個助益 家務處長表示目前工店是很順利 而且時間的品質也是非常好 它又是在今年七月工店會越來越完善 那目前的工程進度已經將近90%了 我們的路面只剩下最上面的面層的一層 五公分的瀝青混凝土再鋪上去 還有我們的護欄的欄杆還有路燈完成之後 我們七月晚之後進行驗收完 就可以開放通車給我們路港修水這邊的民眾使用 看到這條路在要通車附近的鄉親是都很開心 讓他們要是不用再洗路走 路要繞道 如果比較大的都沒辦法 夜間晚上在開車都比較不安全 現在來就安全了 現在來就很棒了 工程和環境整齊和大馬路都很好 為館長表示 未來這條路開通後 各種的議題 方帶來很多方便 也歡迎民眾共同來感動 而且希望工程可以光景完工 來帶動中華官兵海地区觀光以及山亞的發展 新中華新聞副中親六港 蔡翁報導